等高音的转换 等高音的转换 今天我们来讲 等高音的转换 大家知道 这个键盘里面的黑键 一般我们有两个名称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键盘 像这个C 到升C 那么升C 实际上有等于是降低 那么说每个音 每个黑键呢 它都有两个名称 就是等高音 实际上升C跟降D 升D跟降E 升F跟降G 升G跟降A 升A跟降B 是同一个音 所以这个叫做等高音 所以 等高音呢 转换了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往上走的话 我们习惯性的写升号 往下行的话呢 我们一般呢 写降号 但是也有特殊的 一般的最好情况下 我们就升C 升D 升F 升G 但是到这个B字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都是用降B 那么 往回走的话呢 就是 B要降B 降A 降G 这个地方降G呢 我们用的很少 一般都是用升F等 这个是习惯 这个是没有一个书本上面是规定要怎么写的 那么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写谱子的时候呢 我们要 有时候要用降的 要用升的 就是随你自己定了 是个习惯问题 所以在普遍谱里面 我们就在 经常有一个这个等高音的转换问题 到底是写升G 还是升G 还是写降A 写升A 还是降B 好 这个就随你了 现在呢 我们告诉你的呢 就是我告诉你的这种手法 在这个里面 现在我们看这个地方有升G 有升C 有降B 有升G 有降E 好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升号 变成这个降号 音不变 但是写法要变了 现在我们试一下啊 这个升号的我们选择 这个地方选择 再选择这个升号的 我们说 我们把这个升号变成降号 那怎么办呢 我们到音符里面 这个地方有个翻转 翻转里面有升号 转降号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这个升号 我们就变成降号了 刚才我们点这个地方 好 现在我们把它变回来 好 那么说 我们这个地方还有降号的 要变成升号的 怎么办呢 实际上这个降号 我们说了 这个降B上面 我们也可以变成升A 这个降E上面 我们变成升D 好 现在我们把它选择 现在要把它变成升号的话呢 这个地方变成升A 这个地方变成升D 好 现在我们走到音符菜单 然后 翻转 然后降号 转升号 大家看 这里音的高度变了 但是呢 变成了升号 但是实际上音 发出来的音 在钢琴上面还是同一个音 但是就是写法上面 视觉上面 有变化了 好 现在我们整个要把这个升号 变成降号 把降号变成升号的话 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选择 1 2 3 4 5 好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把它选择 翻转 等高音翻转 大家就看 升号变降号 降号变升号 好 今天我们将这个等高音的转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再见